接着呢,我们就是要来谈这个问题 顺便学内插法 就是说,数学学测到底哪一年最难 如果先前呢,我们再去看那个 最低门槛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怎样 99年的最低门槛实际上是 门槛是最低的哦,就是56.9 80.1事实上是最简单的 这范围还差蛮多的 有时候是要80分才有顶标 那这一年只要有57分就有顶标 那在那个,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是,你看五标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99年的五标基本上是最低 可是真的你去看那个难度呢 其实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说 如果你换一个观点来看 其实是98年会最难 当然所谓的难跟简单呢 这个是一个,也是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标准 就是说你从哪个观点来看是难 从哪个观点来看还是简单 反正一件事情难跟简单 对不同的族群其实也是不一样 重点就是你要讲清楚你到底是从哪个观点来看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想要推估的事情就是说 以全体考生来说 你88% 88百分比 他到底考几分 然后呢 你的怎样 你的那个 就是前四分之一的人 刚刚第一那个 就是中位数的前半 前半段的中位数 到底怎样呢 他是考几分 我们用这个数字来看一下 那这个我是后来算出来的 你就可以看出来 诶,这两个呢 98都比较高 99都比较高 98比较低 但是这边呢 刚好就倒过来 好,从这里可以解释一些事情 就是说 从这里 例如说从这边 这边比较多 可以解释一些事情 就是98的怎样 98的难题比较多 但是他也有一些基本题 所以会 他的分数反而就是怎样 诶,高分群真的下降 但是 这个中间或是平均来说呢 反而是怎样 反而是还比98还高分 好 那大考中心并没有公布这个数据 并没有公布说88% 到底几分 75%几分 那这些数据呢 我就是用所谓的内插法算出来的 好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说 呃 在怎样 在那个99年的时候 你顶标要10级分 可是10级分呢 大考中心有公布 就是说10级分以下的人 就是怎样呢 10级分以下 这应该是9级分以下 跟10级分以下 大考中心说9级分以下的人有83.3% 10级分以下的人有88.39% 其实这个还蛮吓人的 就是怎样 就几乎怎样呢 就几乎有9成的人 集中到1到10分 最后呢 11级到15级 大概只有前十分之一的人 所以就是数学如果稍微好一点点呢 其实那个可以拉很多级分 从这里可以看到的 因为1到10级分呢 有占了90%的人哦 最后这15级分 竟然就只有10%的人哦 好 那我们利用这两个数据呢 我们就想要去推估 推估88%是多少 那其实待会我们推估完呢 我就知道这个是62.71 其实跟这边还蛮靠近的 因为这里是这个 那98年呢 我们推估完是61.70 所以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出来 以88%这百分比来说 98年事实上是比较低的 好 那到底怎么推估的呢 我们用98年这个数据来讲 就是说我们知道呢 好 所以11级分应该是位在怎样 位在59.8分到65.67分 这边都是所谓的什么 11级分 好 那对 这里应该或是 这边我们把它取59.7好了 就是取那个 这个0.01先不要看 就是让它怎样 就在这里面总共就有什么呢 就刚好是一个急距 就是5.97 对 好 但是呢 我们又知道怎样 这里面的人数 占的百分比是多少呢 就是92.14 减掉85.9 那这个算出来大概就是 6.2 我们稍微估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6.2% 6.2% 好 那这里呢 这里差了几%呢 这里差了大概是 2.1% 我们大概用小数一位 那我们就想一想 这里比这里 其实会等于什么呢 这里比这里 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比例的概念 求出这里的相对的分数 那我们就用计算机来稍微算一下 我们要算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要算是这个x 这个x呢 对比较 x除掉59.7 会等于什么呢 会等于 2.1除掉6.2 那我们就透过这样来算x 所以等于是那个2.1除掉6.2 然后再乘掉59.7 这样子 应该是5.97 5.97 乘出来是什么呢 乘出来是2.02 这里是2.02 2.02 2.02 这是5.97 所以表示说这里是2.02 这样子这两个稍微加进来 我们就会得到它是什么呢 这里刚刚是 我们是9.7 这加起来变成是61.7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法 算出61.7 那你一样 自己就是仿造这个 再来做看看 是不是可以算出这里是62.7 那重点就是说 其实内差的概念 没有很难 有时候你看到公式课本会显得很复杂 但其实内差的概念呢 它只是利用比例的缩放 把这个东西呢 里面结构想不清楚 那我们就把它当成直线 之前我曾经听我一个数学系的朋友说 他现在到金融业工作 他就觉得 以前数学系写这么多 但是真正到金融业里面 一直在做的就只有什么 只有内差法 因为通常我们就是看不到详细的数字 所以我们就是要用内差 来顾那些看不到的数字 谢谢大家